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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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心中一定会有我这个爹啊 他们一定会回来看我的 会的 一定会的 来 佩山 你确定要进去吗 进去吧 爹对我恩重如山 他病重 我不能不回来照顾他 可是你进去了 不晓得要面对什么样的羞辱 还有那个姓黄的 还有大哥 如果爹没病 这些我都怕 可现在爹病了 就算有刀子架在我脖子上 我也不怕 爹对你好 对我更好 我看你别进去了 我进去想想办法 都进去吧 就说我们成婚了 他们能把咱们怎么样 私底下我们是清清白白的兄妹 跟他们说我们是结法夫妻 我想他们会相信的 走吧 二少爷 二小姐 你们可回来了 傅管家 老爷现在怎么样 还是不好啊 不 还好 你们回来了 老爷一定会很开心的 来 快进来吧 快 来 小红 老夫人呢 在里面 找我什么事啊 老夫人 二少爷和二小姐回来了 什么 他们俩真的回来了 人呢 在哪儿 在花庭里候着呢 这对狗男女 居然还有俩回来 老夫人 二少爷和二小姐这次回来 是来伺候老爷的 黄鼠狼给祭拜爷 叫他们在花庭等着 这件事千万不能惊动老爷 知道吗 知道了 等一下 你去匠场 把王掌柜找来 是 傅管家为什么要咱们在花庭等 他应该直接带我们去爹房里 才对啊 去你爹房里 娘 去你爹房里干什么 去看看你爹死了没 好回来分家产吗 娘 你们在喊谁呀 我吗 我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呀 能有你们这么一双好儿女 娘 闭嘴 谁是你娘 你们俩私通的时候 把我这个娘放在心上了吗 你还来她的孩子的时候 把家宝放在你眼里了吗 娘 我们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你就不会跟着你的拼头一起逃跑 娘 请您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什么时候开始有羞耻心了 知道羞耻 就不会做这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把佩山带走 让他不能嫁给黄老爷 你知道让我们洪家蒙受多少损失 我们的燃场没了 这下你高兴了吧 还有 老爷为了这件事情大受打击 一病不起 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 你们会遭报应的 一定会下地狱的 滚 通通给我滚 娘 娘 不是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连累您和爹 您打我 骂我 我都愿意承受 我什么都愿意承受 可是我求求您不要赶我走 让我见见爹 让我孝敬他老人家 让我尽一点为人子女的孝道吧 我求您了 是啊 娘 爹打小就疼我好天山 我求您 让我们留下来照顾爹吧 你们还真会说笑话 你们要是真关心爹 不会在洪家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一起偷偷离开洪家 致洪家生死于不顾 现在想要回头 已经太迟了 洪家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人会接受你们的 给我滚 滚得越远越好 永远不要回来 娘 见不着爹 我们是不会走的 我可警告你啊 你爹现在病重 他要是看见你们这对 忘恩负义的狗男女 他一定会大发脾气 要是他有什么闪失 我要你们生不如死 早是不走 不走 不走 好 你们想死赖着是不是 好 你们就在这跪着 自然会有人赶你们走 娘 朕刚哥 我们该怎么办 先等等自说吧 洪家的人炒奸人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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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爬命来 别走 你不能走 说说清楚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是谁 把人交出来 是不是洪家上下 你们认错人了 我不是 不过家 快走吧 不能走 不能走 你还想搅赖 看你这些打扮 天定是洪家少爷 对 没错 一定是洪家少爷 我叔叔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治他与死地呢 你们认错人了 还想耍赖 这九楼的殿小二 都说得清清楚楚了 你们还想耍赖 你不仅杀死我叔 还抢走了我唐梅桂花 你们赶快把人交出来 快交出来 快交出来 快交人 快交人 快交出来 你们认错人了 我不是洪家的人 我不是洪家的人 我叫王凯成 是帮洪家管事的 是啊 是啊 他不是洪家的人 他是我们的掌柜 那你们去把洪家少爷 给交出来 快把洪家少爷更出来 交出来 去交出来 快把人交出来 快把人交出来 交出来 我还没在吵什么呀 我去看看啊 把人交出来 快把红家给交出来 你们怎么这样 快交出来 怎么回事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在这里胡闹 凯成 副管家 把他们轰出去 是 谁敢护 别闹了 谁敢护 谁敢护我就去报官抓谁 你们红家少爷杀死了我叔 还抢走了我堂妹桂花 你们快叫他出来给个交代 快叫他出来 对 一定要 叫他出来 你胡说 我儿子才不会打死人呢 更不可以抢走你的堂妹 是啊 少爷怎么会打死人呢 别在这里冤枉好人 有谁能证明红少爷 跟这事有关系啊 是九楼的殿小二说的 快把这出生给交出来 我们要再承命 叫他出来 小王武造 听我说 这样好不好 等我们少爷回来以后 我再让他亲自 再给你们解释清楚 行不行啊 不行 快把人交出来 桂花 哪有什么桂花茶花的 你们再胡闹 我就要报官了 好啊 我还正想报官呢 你就是红家的老太婆是吧 你去报啊 报啊 去报啊 哥 咱们还是进去看看爹吧 来 我们要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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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们过去看看 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啊 大少爷 他 他打死人了 不但打死人 还抢了人家的闺女 对方的心情找上门来 正在外头闹着呢 你 你说什么 你 你 你说家宝他 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这个孽子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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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快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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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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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他 老爷怎么了 老爷他死了 老爷 老爷 爹 你不能走 干什么 你先走 站住 快来洪家少爷交出来 他就是洪家少爷 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原来你就是洪家少爷 你好大胆子 居然杀死我叔 抢走我堂妹 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 我要救我爹 别人别冤枉好人 正安哥他不是 放开我 不要 住手 住手啊 开枕 住手 开枕 你爹死了 我们去看看吧 不 我要和正安哥一起去 开枕 快救正高 快救正高啊 这些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我怎么救他 我怎么敢呢 你们住手 不要再打了 开枕 别再打了 快去救阵 我爱他 对 我爱他 我爱他 正高的杀了人 抢了人家闺女 你就会千刀万剐 天打雷劈 你为什么还爱他 你为什么佩山 你们住手 住手啊 你干什么 就算我哥真的做出 烧天害理的事 还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们不可以这样对他 好 就让他接受法律制裁 加财 我没杀人 我没抢奏你们说的鬼话 不要冤枉我 我没有啊 正高 你不要再解释了 做人要敢作敢当 就算是 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 开枕 你为什么要喊血了人 我们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陷害我 为什么 什么陷害你啊 明明做错事你还不承认 自古杀人偿命 你自己要承担哪 我没做 霄天害理的事 我没有 你们要相信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没有 郑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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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郑刚 你背叛我 既然你命大 没被我烧死 现在就是你付出代价的时候 说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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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不住 说不住 说 你到底招还是不招 我没杀人 你叫我怎么招啊 你们快放了我 我要回去给我爹送中 首领 快放了我 得了吧你 自个儿的命都保不住了 还想替别人守灵送终 我告诉你啊 你今天要是不招 我让你也见阎王爷去 你 家有家归国有国法 你们诬陷好人 你们会受到国法制裁的 少废话 你招还是不招 我不招 再不认罪 老子一枪毙了你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瞎老爹 我怎么有可能去杀他 我没杀人 杀人犯可都说自己没杀人 可他们一帮人只争利利 我告诉你 你还是尽早的招了吧 免得受皮肉之苦 我红阵刚最痛恨的 就是那种没心没肝 专做伤天害理事的人 我没杀人 我更不肯地抢夺民女 你真的不招 我不招 你 打 我狠狠地打 我就不相信 还吃了从神赶嘴硬 照不着 说不出 你照不着 你还嘴硬 照不着 爹 老爷 老爷 您不能就这样死了 老爷 爹 爹 你怎么忍心骗下我 你这么一走 叫我们母子三人怎么办呢 老爷 爹 爹 对不起 我没有陪在您那身边 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 爹 你活过来吧 爹 求求你原谅我吧 爹 你少在我面前 帮我哭耗子加慈悲了 如果不是一年前 你跟郑刚一起私套 毁了你跟黄老爷子的婚约 我爹也不至于一辟不起呀 他今日会死 都是你害他的 老爷 老天媚言 我好心收养你当童阳系 还供你念书 让你吃好穿好 把你抚育成人 你今天居然恩将仇报 把我们洪家害得这么惨 老爷呀 咱们真是瞎了眼哪 弄个扫把心进门啊 老爷 娘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私逃 可不应该这么久都没来看你 阿姨爹 是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娘 你还敢让我原谅 副官家 行家法 你打 贵婶 我今天要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扫把心 替老爷偿命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扫把心 打死 我打死你 你打了老夫人 吴妈 你这是干什么 不能打二小姐 欢迎把二小姐打死了 老爷在天之里如何安息呀 你让开 别打二小姐了 要打就打我吧 好啊 忠心护主是吧 我连你一起打 不要打我妈 打死你 不要打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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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好 我打 打死你 小姐 好啊 好啊 我打死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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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怎么 连你也要拦着我 老夫人 老爷尸骨未寒 方才又有人来闹事 咱们不要再添乱了 你把二小姐撵出去就是了 再说了 如今最重要的 我们应该把家宝少爷 只找到才是 家宝 那先把这个祸害撵出去 不 不要让我出去 不要给我爹送中 不要让我出去 不要让我出去 胡管家 把他给我拖出去 谁要敢再放他进来 我绝不饶草 走 快走 走 胡管家 胡管家 求你开开门 我要把我爹守灵 你开开门哪 佩山 我求你 佩山 你快起来 佩山 龙家的门不让你进 你 你就先去我家吧 你 你为什么要无限枕膏 枕膏是你多年好友 他不但处处帮着你 还救过你的命 还为你受过伤 你为什么要恩将重报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既然是最好的朋友 他为什么要夺走 我最心爱的女人 他曾经是帮过我 他也救过我的命 可是他却夺走了 比我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你 就是你 我这么信任他 把他当成好朋友 亲兄弟一样对待 可是他 他却夺走了你的清白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你 怀了他的孩子之后 我的心有多痛啊 当我知道 他竟然对你 做出这种下流勾当的时候 我 我简直就要发狂 我恨不得 我恨不得一刀杀了他 我恨不得一刀杀死他 你不知道 我第一次进红架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了 但是我也爱上了你 在我心里你是那么重要 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现在 你被他践踏了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啊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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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有多爱我 我也根本不想知道 那你喜欢谁 红枕纲 红枕纲是不是啊 对 我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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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今天 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他 他心疼我 他呵护我 他跳进河里救我 宁可牺牲他自己 虽然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可是 可是 可是他一心保护我 我过去爱他 现在爱他 将来也会爱他 你们是清白的 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你说呀 是谁的孩子 是谁的 好 我说 我说 我没有孩子 我根本就没有怀孩子 我娘逼我嫁给家宝哥 所以 我守护怀了孩子 我守护怀了孩子 可是我没有想到 郑高为了救我 保护我 既然承认孩子是他的 郑高不是背叛你 你根本没有糟蹋我 他是为了救我 他是为了救我 这样的男人 有情有义 那他不值得我爱吗 不 他为了保护我 可以牺牲他自己 蛮你呢 你为了你自己 你愿牺牲别人 我欣赏过你 也敬重过你 可是 可是 你太让我心爱 太让我失望了 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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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卫山 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走 你走 你不想见我 难道眼睛就看着他死吗 郑高为了救你 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朋友 我居然误会了他 是我不对 卫山 你让我赎罪 让我救出郑刚 我一定会想办法 救出郑刚的 不相信我是吗 不相信我 不相信你现在就走 走得越远越好 你走啊 走啊 拿着 开始 快快快 来来来 给我快快快 快 穿过来 不要打手啊 快快快 快 小婷 郑刚哥 郑刚哥 你怎么会来学校找我 有什么事吗 我是送布料 到这附近的好几两行 顺便带你喜欢吃的 蟹壳黄来看你 你有这个心 我就很高兴了 老师可别了 老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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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你的蟹壳黄 我替你画张相 就叫礼尚往来 对吧 小婷 小婷你真是多才多艺 能教体操 又会画画 难怪学生都那么喜欢你 那你呢 你是不是也很喜欢我 我当然喜欢了 我把你当成妹妹 当然喜欢你疼你了 我不要你把我当成妹妹 我要当你的情人 我要你对我说 你爱我这三个字 怎么 怎么 连我爱你都不敢说 哪像个男人啊 小婷 好好专心画画吧 女人最炙热深爱的 往往是初恋情人 最体贴的 往往是最后一个情人 真刚哥 我要当你的初恋情人 我要当你最后一个情人 可是 你到底在哪儿呢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想你 小婷 小婷 佩珊 你们 你们怎么身上湿漉漉的 发生什么事了 真刚哥呢 他在哪儿 有跟你们一道来吗 小婷 真刚被抓进寻补房去了 什么 被抓进寻补房了 为什么 小婷 带佩珊换衣服去 真刚的事 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不行 你现在就得说 你快说呀 急死我了 你不说是吗 佩珊 你说 他们 他们误以为 真刚是杀人凶手 什么 我认为杀人凶手 这怎么可能呢 一定是被陷害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 快告诉我啊 他们要找洪家的少爷 可洪家少爷 除了真刚之外 还有家宝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对 他们一定是弄错了 家宝 一定是家宝杀了人 他从小就被宠坏了 还认识了一些 不三不四的坏胚子 一定是他惹了乱子 这件事情我要查清楚 彻彻底底查清楚 小婷 谢谢你 哥 你怎么不说话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带佩珊换衣服去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好吧 佩珊 我们走 我爱他 我爱他 你知道今天 我才知道我要多爱他 刚才我说的话 都听清楚了吧 清楚了 清楚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也知道了 知道 知道 只要你把嘴巴 闭得紧紧的 以后 还用你的好处 明白 明白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三鞠躬 二鞠躬 八鞠躬 三鞠躬 浩天 她好狠的心 就这样骗下我们母子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你再伤心也没用的 家宝呢 怎么不见他人呢 他已经三天没回来了 这孩子 就当我没生过他 爹 爹 少爷 少爷 爹 爹 儿回来迟了 爹 这孩子 我连你最后一遍都没见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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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得那么急啊 爹 你怎么不等等儿啊爹 少爷 你要节哀 老爷在天之灵看到你这样他会难受的 爹 爹 您别骗下我不管哪爹 老爷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协助家宝少爷 撑起我们这个家 经营好我们的将园 让我们的生意蒸蒸日上 老爷您放心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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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回来了 爹 儿子回来了 少爷 你要朕坐起来 老爷已经走了 你要朕坐起来 把将园经营好 不负老爷在天之灵 要不然 就连老夫人也不安心呢 morning 娘 姑娘的娘 娘 娘 可怜我们孤儿寡母 娘 妹子 家宝 别再伤心了 舅 家宝没爹了 别怕 有舅舅在 别怕 家宝 来 起来 各位前辈 你们都是洪家的老主顾了 洪老爷不幸此事 他老人家 生前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们洪济将员 洪老爷 他对我恩重如善 为了报答老爷的知遇之恩 我王凯成 一定全心全力 来协助我们家宝少爷 希望各位今后 多多给我们捧场 多多支持我们家宝少爷 拜托各位了 王掌柜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支持家宝少爷 一定会支持 谢谢 谢谢各位 少爷 老爷已经走了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我会继续帮你 经营好这个将园 我们一起把生意做起来 高位老爷在天之灵 好不好 知道了吗 知道 好 好 那我以后就听你的 全听你的 你叫我动 我就动 你叫我息 我就息 我全听你的 气死我了 简直气死我了 这个家宝把我的脸给嚼慌了 娘 您就别生气了 大哥就哪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朕不知道这个王凯成 到底给他吃了什么米药 要不然他这个大少爷 怎么会见了王凯成 像见了主子似的 你爹虽然不在了 可家里还有我呢 娘 爹走了 大哥他 除了吃喝玩乐 啥都不会 咱们洪家 还得靠王凯成给撑着呢 娘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他计较了 要不是因为将园子里需要他 我早就把他给撵出去了 要是朕刚哥 他弄回来就好了 你还巴望他能回来呀 我告诉你 他早就被抓进寻补房了 你说什么 朕刚哥被抓进寻补房了 为什么 他杀了人犯了法 杀人者偿命 我看他呀 活不成 杀人 朕刚哥他怎么会杀人啊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大哥 大哥 干什么干嘛 我刚刚 我刚刚听到 有送葬的行李经过 请问你知道是谁吗 是不是 洪积燃场的洪老爷 是不是他告诉我 是不是啊 洪积燃场的洪老爷 哎 合成是 刚才队伍经过大门的时候 还挺热闹的啊 Jun alles 结束 鸡 嘉 anka 尽 裴山 吃点东西吧 你这样不吃不喝 会饿坏身子的 你怎么又哭了呢 你哭不腻 我都看烦了呢 我想我爹 我不能再照顾他 在伺候他老人家 我虽然不是我爹亲生的 可是他从来都有偏心 姐姐有的我都有 他甚至疼我 比疼姐姐还多 可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我真是太对不起 太对不起他了 裴山 你不要哭嘛 或许 我真的像姐姐说的那样 我是一个克星 我不仅克死了我爹 就和枕杆 就连枕杆他也被我牵连 你不要这么说 洪老爷这些年积劳成疾 洪老爷的死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郑刚他 郑刚他 郑刚他被那帮人带走 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郑刚的事我已经打听过了 死的人是桂花他爹 出事的地方在江边的酒楼上 我现在就去酒楼问个清楚 你在这儿等我消息啊 小婷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你今天的情绪这么激动 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平静下来 你去了恐怕也帮不上我什么忙 你在这儿等我回来 小婷 你要小心 放心 我激励得很 爹 问你桂花他爹的事 你 你到底想 想过什么事啊 问你桂花他爹的事 那天是怎么起冲突的 有谁在场 是谁打死瞎老爹的 你给我一武一史说清楚 这么多问题就这么点钱啊 你卢送什么劲啊 快说 好好好 我说 那天哪 桂花跟他爹 照例来我们店卖唱 结果呢 红少爷见桂花美貌 就要将他掳了去 他爹当然不肯哪 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那个红少爷一失手 就把他给打死了 然后就把人丢进江里 那那位红少爷叫什么名字 这个 拿去 快说呀 好好好 我说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呢 让我想想啊 糟了 我想不起来了 你皮养茧揍啊你 我说我说 他叫红震刚 胡扯 是真的 我亲耳听到大家这么叫他的 不可能 要不是你当时耳聋 就是你现在眼睛瞎了 简直胡说八道 什么胡说八道 千真万确的 那 当时还有谁在场啊 没有了 就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 你不是说 大家都这么叫他吗 怎么就你一个 这 这什么这 还有 瞎老爹为什么会被丢进江里 是谁丢的 既然你看见凶弯现场 为什么你不报官啊 啊 我明白了 人是你杀的 啊 结果你一惊慌 就被尸体丢进了江里 然后嫁祸给红震刚 对不对 哎哟 顾奶奶 你可别冤枉好人哪 怎么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哪 好人 你是好人哪 看这副德行 看着善良 其实一肚子坏水 顾 顾奶奶 谁是你顾奶奶 快说 人是你杀的 对不对 我 我怎么会杀人哪 我承认是不是 走 跟我去见官 顾奶奶 婉婷 你这是 哥 这小儿是杀人凶手 我要拉他去见官 你胡说什么呀 我没胡说 他杀了瞎老爹 还把瞎老爹丢进江里 行了 别瞎闹了 你看他的样子 他有杀人的胆吗 就算他没杀人 他也是目击证人 我要带他去官府 替郑做证 证明郑刚没杀人 你怎么知道郑刚没杀人 你看到了 哥 你 你 好了好了别闹了 这是由我来处理吧 回去以后 好好看着佩珊 我真担心 他会有什么事发生 可是 好了 回去吧 哥来处理事情 那好吧 殿小二 就交给你了 你可一定会 一定要带他去官府 替郑刚作证啊 放心吧 哥会处理好的 小婷都查到这儿来了 这万一 王掌柜 王掌柜 谁是王掌柜 你记好了 你从来没见过我 你也不认识我 明白吗 明白明白 还有 如果我妹妹来找你的话 你就告诉她 我带你去过官府了 听见没有 听见了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您请吩咐 要是这事的真相 是从你嘴里吐出来的话 哪怕是一个字 下一个到江里面的 就是你 你 你说你这孩子 怎么刮子壳磕磕得满桌都是 吴妈 吴妈 娘 您叫吴妈来干什么 把桌子收拾干净啊 这像什么样子 起来起来 娘 您看看 我嗑了一早上的瓜子 好不容易才排出这么个山字 多辛苦啊 山字 什么山字 你到现在还想着它 你想把我气死你 娘 娘 娘 您可不能死 爹死了 娘也要死 我不就成了 没爹没娘的孤儿了吗 多可怜哪 你这死了 行了行了 娘 别生气 再说了 您气也没用 我不听 我跟你说 反正我是爱定佩山 没法改变了 我告诉您 我就要娶她 你要娶她 你明知道她跟郑刚 嗨 我才不管她跟郑刚怎么样 再说了 郑刚已经被关了 我要娶了佩山 我正好可以代替郑刚 照顾她 家宝 我问你 瞎眼老爹的凶案 是不是你犯下